台湾电力缺口到底有多大 在台电以每度10块钱的天价 向民间购电买保险后 现在更连被转容量都要下修 原本被转容量率在10%以上 才算供电绿灯 6到10%为供电吃紧的黄灯 但传出台电却打算把黄灯变绿灯 只要被转容量有7%都算电量充足 怕喊缺电改灯号标志 这是什么样的鸵鸟心态 把头埋在土里面 就以为没有缺电了吗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你就干脆全部都开绿灯好了 网友嘲讽费和就是会缺电 政府还想骗 台电还遭踢爆 一次增加燃煤比例 台电购煤预算从去年的650亿元 今年调高到1732亿 整整暴增了2.66倍 跟核电相比 核电发电成本一度1.43元 燃煤一度4.54元 相差了三倍以上 台湾恐怕进入高电价时代 从去年到今年 燃煤的价格一直都没有下来 电价一定会再调整 老百姓不是爱发电的 用肺发电 伤人民的健康 又伤人民的荷包 不只伤荷包 更伤的恐怕是人民健康 我们中南部的民众 已经长期用肺在过滤空气了 民进党政府必须要深切的反省 中南部的民众是最肯民进党 结果在你们执政七年多来 你有积极把煤真的降下来吗 在也呐喊台湾今年夏天 就怕民众得忍受缺电 高电价以及伤费危机 记者黄明君王之恩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